好了,回來了,現在第三節的時間,吳博,因為錄音時間太晚了,他先離開了 我們先交給王大仙 王大仙,今天的主角會是誰? 今天主角,大家很關心二十代之後香港和中國的國收衛碟 但之前也想和大家說,鐵齒同學說回之前 其實九月的時候,已經寫了四篇文章關於廣道二十大的預測 其實基本上,我預測的一些觀察都已經形成了 譬如說到習近平連任 第二,雖然習近平連任也代表了其實他都面對著黨裏面 雖然你會看到整個,可能是陳常偉 或者甚至一些政治局都是習家軍 但不代表習家軍,其實在整個政治鬥爭裏面 是可以站穩著腳的 因為實際上,仍然有很多的既得利益 一定會在過程中拖後退或者反抗 當然,第三人亦如是鬥中國會閉關持守 而第四件事就是,整個過程中 我似乎忽略了中國民眾本身 雖然現在仍未見到一些有組織、有規模的 一些反政府示威或者遊行 來可能西蘭卡的部分都仍然非常遠 但實際上,起碼現在都有零聲的 一些不同形式的表達法門 無論是次數革命或是將協華各方面 這方面亦都在我四篇文章的預言中 亦都因為他今次開會的時間,擇過日子都不好 所以實際上,他心目中想私行 不論是官員或是政治政令或各方面的控制 是否正如他覺得他換了自己人 換了知關申君、戰時內閣 就可以買到功成?其實未必是 所以上次結束之後,我都買了平台 原來自己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幫俄羅斯用這次日式本算 我幫普京算,竟然沒有幫中國和香港算 我作為這次第一次在這裏 就很簡單跟大家講一講究竟 那段時間跟著未來的日子會如何 如果大家問,當然我想有幾個方法 例如楊sir或曹總有什麼問題 想問,究竟跟著未來的日子會不會打仗呢? 其實這個本有中國本和香港本 所以其實可以分開香港和中國 你們隨便問問題,放題式問問題 我看看在這個本裏面能不能夠給你們答案 這樣就好玩了,林武還不會 不懂得看 你直覺想問什麼?你直覺想問 直覺想問 要看看自己是否可以跟天感應 好像你這樣 會不會有聲音跟你說話 OK 可能大家在看這個節目也有些問題很想問 是不是? 好 那這個共產黨或中國的政治鬥爭可以去到幾幾年呢? 我想在政治鬥爭方面 基本上第一,當然有很多受害者會出現 受害者 而在過程中甚至會有些暴力 而這個暴力本身 你可以說是透過一些公審 或者甚至上斷投胎 或者甚至上斷投胎 給你 好像是公開行刑 那一種暴力 可以看到 第二,就是中間過程中出現的混亂狀況 而這個混亂狀況 甚至是說我們想像 究竟是不是已經去到我們 小時候看到文革的情況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是絕對 我根據這個文革是絕對不敬意的 而第三,就是整個 可以這麼說 你由上而下的一種控制 背後一定有很多不同認識的一些 真正是反抗的 那個反抗無論是做多做得 做到那些人真是 慶慶了那些人 甚至可能是出現的情況是 就是專門透過做到最盡 是激起進一步的一些不滿或者民憤 那因為反正什麼都沒有了 反正你都說了事了 我為什麼不做到最盡 搞到你沒有反轉呢? 所以其實 可能接下來 我相信香港無格仔 每天講這個國情無格仔 是真的很多故事講的 但是會不會出現這個文革時期 那種批鬥的國家主席級 或者是這麼高級的領導人的情況 如果你說批判 是很丁二王 我剛才看見這個文 其實在《祝國本》裡 都會看到一些很極端 或者甚至是一些 當然究竟是一個極端度 是有推翻挑戰意圖 還是極端度 就是或者捧鬥好像一個神 然後以他之明去做一些私人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破壞的事情 其實可以並存這件事 但很肯定這件事 就是對於整個中共的權威 對於整個中共的體制 是會造成破壞或者造成衝擊的 如果你說混亂和破壞 和受害者三方面 可否比文革的破壞更大呢 因為我想現在2020年代的 那種資訊科技 那種滲透性 和相對文革的情況 我想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你說文革大家都已經因為毛澤東 這個和我沒有關係 這個真的是歷史背景 涉入去 你始終文革時期的毛澤東 還有很強烈的認受性 因為他是開國緣分 但習近平根本是沒有這件事 所以形式上可以和文革比較 但其實精神價值觀上 是不能和文革比較 因為習近平根本是沒有認受性的 無論是從一個 Performance in religion 微視 表現性的認受性 無論是整個防疫 集體刺激 經濟集體刺激 你想想習近平在10年 治國方面有什麼成績 以打貪之名 燒正敵 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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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爛尾 他什麼都賣不到尾 是啊 還有香港聲通中 剛才曹總說到爛尾 我想最大原因就是 他沒有很好 在這10年 其實由此之中 就是 你不喜歡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也好 但起碼 胡錦濤 你起碼是平庸 但起碼 胡錦濤也比較實講一些 形象上 他講科學發展觀 但是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習近平其實真的是草包子 甚至是 其實說得更差 就是找一些他自己的親戚朋友 同學 舊同事 坐在一起 然後自己 自己叫做了事 所以 其實在這範圍裡 甚至可以傳適到很多 後果你們的問題 看到傳適很多 其實 整件事不是一個將來式的 其實整件事 我經常說了這麼多年 我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說 我現在的解剖 不是將來式 是一個現在的進行式 其實是 只是將現在的進行 推到最極的 最盡的時候 究竟會出現什麼 什麼結果 我想問回香港的事情 香港 大陸那裡 大家知道 他玩戰狼外交 玩內鬥外鬥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香港的局勢 始終都有一些 由於我們還記得 以前的國際城市 是如何輕盛 如何威法 好了 香港接下來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和各國外國 即不包括中國 和國際之間的關係 可以差到什麼地步 我想基本上 是一個毀滅性的關係 換句話來說 就是毀滅性 毀滅性 毀滅性就是說 以往 不要說1999年 或者甚至 由1841年建立和外國 所有的聯繫 基本上 在以後 都已經是中斷 我們說 香港是中國一個城市 已經很客氣 甚至可以這樣說 就是 香港 我想香港 未來將會成為 國際媒體 一個很大的小柄 就是 這個刺激 第二件事 為什麼我講得這麼誇張 其實在聲譜裏面 都會見到 整個香港的國際地位 受到一個毀滅性的消失 其實是直接 也都影響到香港的經濟本身 也都是受到牽連的 換句話來說 就是說 香港的國際地位 其實是因為香港經濟價值 其實也是 但是如果兩月 如果你說 無論你的前者後者後者 前者本身 或者雙方都已經是 玩完了 因為實際上 我們看到 和經濟有關的公委 是有一顆 和破壞 毀滅有關的聲音 和外國有關的公委 都是有一顆聲音 都是和破壞毀滅 而大家 我們在尖聲學上 有一個概念 叫共融 叫做 很inclusive 即是說 其實 香港一個國際城市 玩完 其實是一個必然的命運 嗯 宿命 應該叫做 是 好 再續問 一個相關的問題 這兩天 我想好像我這些 不玩股票的人 都會去看看 行生指數跌到幾點了 現在這兩天 就穩定了 少許 要徘徊在一萬五千一百多 二百多三百多的位置 我的問題就是 未來半年之內 不要多 半年 不要那麼貪心 半年之內 行生指數的走勢 會怎樣 跌 通常都是跌的 會不會跌到什麼地步 那些強積金跌剩多少 我們 先消掉這個盤 因為現在的升盤 這裏就沒事 這裏有 因為現在 跟 擴張 行運有關的升 是退回去雙月座 就是說 其實剛剛 剛剛這個盤 是25日 你會看到 這幾天 它是跌到 這麼少沒有繼續跌的 基本上就是 盡量 落著一萬五點多的位置 我相信其實 有可能 去到 明年農曆新年之前 它都盡力嘗試 令到跌幅 不僅是不會再加劇 甚至嘗試去反彈 會高一點 但是 當 但是 當 這個真的技術性 我一定要說 不好意思 其實有時候我都盡量避震 不說技術性 因為觀眾覺得難聽 但是我覺得 等於你有時候看 術數明理 有時候 那些行家說 天狼星 太陽 紫微那些 其實都要說一點 是很少的 但是 當 木星 和擴張有關 木星 回到白羊座 它回到白羊座 應該是明年 應該是 但是 我看回 我有一張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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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這張貓子 真是一隻貓 這張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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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到木星 就 一月 會去 先看 會 現在 十二月二十九日 會 十二月會 會 回一回遲 所以如果有朋友想脫股票 想脫一脫 就 現在十一月 剛剛回到零度 十二月會退回雙魚座 雙魚座十二月 如果大家想著 不想血流成河 不想真的站在國金跳樓 麻煩十二月趁它可以升回 那天 麻煩放出去 因為到了一月的時候 就會回到白羊座 那就是說 再跌過 會跌倒下去 再跌下去 所以結論來說 如果 要重複一下一個 的期間 會是怎樣呢 其實 十二月可能 是 叫做放生時刻 放生時刻 希望 聖誕節 是嗎 聖誕節 要真的 真的散貨 真的 我不想 就是 大家都知道 現在 你救了很多人這句笑話 是的 12月 因為他會退回到29度 但那裡其實是輕輕退一退 相餘再29 接著去到1月 因為我聲令表是用月份 所以1月已經是去到100人左右 趁他去到 未去到八陽座木星的時候 麻煩你放開 所以我們會計就是 總之就是2022年12月左右 看到升到差不多 麻煩你放了 不要拖了 已經是延遲了 但是有些更恐怖的東西 我稍後再說 但你剛才說 是12月之後 會不斷地下去 那你下跌的底 會是有多少 現在已經跌到很底 我現在聽沈大師說 明年去到二萬多點 二萬八都可以去到 是嗎 二萬八 如果股市有負數就可以了 沒有所謂 有什麼不行 老實說 還有 還有 因為我們會說 跟這兩個沒有關係 其實一轉 恆星轉星座 會帶出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譬如我不單止我 甚至我有一些占星學行家也有說到 當這個冥王星入水瓶座 即明年應該是4月那一集 其實是一個大的震盪 2023年4月 4月 但是當然 相關夜街留待之後說 如果不然我會知道 會不會認可 那我覺得 我想可能要關心一下 匯豐究竟什麼狀況 是的 其實你剛才給了一個貼士 就說香港的國際地位 將會有一個毀滅性的消失 那匯豐那個地位 就很關鍵 我覺得是 可以貼一下匯豐 命運會如何 可能會和香港共存亡 如果這樣算的話 其實都不樂觀的 還有 這幾天我也有一個發現 其實都是 可以有一些信息提醒我的 就是 因為和毀滅死亡有關 有一顆星叫做冥王星 冥王星 其實冥王星 是最後一次 因為它其實 中共的月亮 其實就在水平座三度 一個星座三十度 然後我們會有七度 六度龍女道 就是說三二一 三十二九 二十八 二十七 所以其實去到今年年尾 中共開始大領落了 同月日同糧食 和民生 和安全感 有關的事情 其實現在正在發生 有錢就開始離開 現在可能遲些 就是等於香港 以前說移民是有錢 現在可能你住公屋 都想著過來英國 一樣 其實 不奇怪 不奇怪 Benson剛才說 你說很多內亂的事情 股市也很糟糕 我想 你對於香港人來說 留在香港人來說 當然慘 但是你也有一個避險的時間 你現在提醒了他們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周邊的人來說 大哥 你仆街也好 你死你事 會不會打仗 會不會突然間 用戰爭來自救 就是中共 會不會打仗 就是中共 你看我現在的日編食圖 當然我會看日食圖 因為日食完 就要吃 我單用日食圖來看 因為 似乎 看不到 在中共 他可能真的 武嚇民工 在這個範圍裡 比較像是 民工武嚇的 那個說法 民工武嚇 他還未至於 去到說 要打 很有趣 剛剛我頻道了一個訊息 如果 我們說 雙子座是溝通 即是只有客人 但是如果火星去到巨蟹 巨蟹是其中一個意思 就是祖國 家庭 如果火星去到巨蟹 其實有可能會打仗 嗯 什麼時候呢 我看看 明年 2023年4月 2023年4月 可能會打仗 是的 這樣就糟糕了 2023年4月 就是糟糕了 搞清楚 你剛才說 武嚇那件事 即是我們看到 暫時來說 給到你的訊息 都是民工武嚇的 即是未至於民工武嚇 是吧 但是 現在是客人 是的 即是去到 四月之前 都是民工武嚇 是吧 四月之後 可能就真的會大領落 即是會打仗 是吧 是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 第一件事 就是說火星同次之後關 不是為什麼 古代知識法中 說火星是足用之星 凡是任何的火 大的火車 比如說 當時我們說 倫敦燒過幾惑 其實倫敦燒過幾惑 也是同時之後關 就是很多古代知識 第二件事 就是說火星都是同次之後關 第三件事 就是 我們說到巨蟹 巨蟹是什麼意思 就是家庭 你放回國家本就是祖國 國家 一定 他發動戰爭是同一 和台灣回家有關 所以就是 四月 四月是很危險的 還有當時四月 要燈命黃星進入這個水瓶座 剛剛真的很驚 真的很驚 真的很驚 所以 其實我說話也有點害怕 其實是有點害怕的 有些害怕的 剛剛才頻道到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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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說話也有點害怕 其實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 借這個節目嚇大家 但是我只能夠 將我感應到 或者看到的東西 告訴大家 你自己做心理準備 不要說我不提醒你 我很少說話這麼認真的 坦白說 你曹宗認識我這麼久 我認識我這麼久 不會在這個公開頻道 這麼公開的地方 說話這麼認真的 是 喂 但是這樣啊 我聽完你所說之後 我看到一個香港人最終的命運 如果他們真的想有一條山路走的話 真的要在12月的時候 套現所有的資產 然後趕緊著草走 四月之前要避開這個 亞洲這個危險的地方 嗯 因為坦白說 我可以說到就是一個大個情況 但是裡面的人做到幾癲 是控制不了的 因為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聽到究竟我是 我是 我是真的佔領外島 還是放核黨呢 其實大家空間很大嘛 出來的結果 的結果也不一樣 是 因為香港的政府 是只會將大陸那個癲的 加倍來實施的 是 聽說現在就說 香港這一邊 就是什麼 七成 有七成人是贊成 年青人應該要參軍 那這件事什麼時候會實行呢 哦 是的 如果有計劃要去打台灣的時候 可能很快就好了 其實台灣的國安局的陳明通 其實在20日的時候 其實在立法院裡面已經說過 明年 中共對台灣是比較有可能 以戰的談 那 同時間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 麥可吉爾迪 我不知道他原名是什麼 總之是看回台灣媒體 他說 當他們說 中國2027年可能會犯台的時候 其實他心裡已經想了 其實可能 2022年就成真 或者 遲的話 就2023 就是他這樣說 那 為什麼呢 我想 這個 好像不知道是誰說的 現在俄羅斯 還沒有倒閉的時候 還沒有打敗仗的時候 其實 反而對於習近平來說 是一個 剩下來的時間不多 如果你說時間這樣燒下去的話 普京 Benson之前也說過 是未必熬到今年的 是不是 嗯 是吧 如果普京真的輸了 俄羅斯真的 真是鵝包了 那你正方下來 中共就很孤立了 是吧 所以 對於習近平來說 尤其是 就是 他現在 習大權於一身 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他起碼覺得 現在趁俄羅斯還在的時候 都還可以 如果我真的要打台灣的話 剩下的時間不多 喂 這個何止是八國聯軍 全世界都以你為敵 但是 喂 趁俄國還在的時候 起碼他還有一個 俄羅斯背對背 還加上 北韓 伊朗 一起組成一個軸心國 真的嫌疑一個 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樣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我覺得 尤其是 習近平現在 沒有了所有人 已經沒有任何人 可以阻止他 他是一個賭徒來的 還有很有趣 我自己看回聲歷表 當然 其實有幾個可能爆發戰爭的時間 當然 剛才提過 2023年 然後 24年 就是9月尾 25年 就是1月尾 26年 就是9月尾 我通常都會看 例如 我會看看 天王星 跟突發意外有關 會不會看明王星 那些 我通常都會看明王星 當然 都是結合所有 全職都是結合現實情況的發展 如果 我當今次 仍然都有團派的話 很可能 只不過是 將現在那種民風武嚇 那個力度會加大 但是 未必真的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去到的情況 已經是自治內閣 你看到內閣 就是 以前打過月戰 全部對國堂的話 真的 是打死在旁邊的 那 你說相關預測 你一定要根據 時局改變 而要有所調整 而不是一個好調適 看到 咦 會不會這麼快的 這樣的情況 所以 起碼 如果你說 我們大時代的情況下 其實 一個人 任何人 家庭 其實很渺少 你只能夠做到的就是自保 我覺得 是 那 不要說 Benson沒有警告過大家 那 其實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覺得就是 那 那 那 Benson有沒有說 將來 你會做誰的 就是 幫誰算命 那 我想 新偉成 都很快要 成為你的主題之一 都要說一下 以後 新偉成 我就算不算命 我直覺 是 他不玩得來 當然 他是聰明 聰明 那 真的 真的是一個 山菜包 來的 真的 真的是一個 山菜包 來的 真的 沒有山菜 沒有山草 真的 但是 我不覺得 新偉成的性格 是一個 能夠處理危機 的 一個 領導 可能 他那種 有錢仔的形象 太深入 甚至 今天 有英國媒體說 你從一間大人屋 搬一個 豆腐飲這麼小的 唐人家十婆 真的很委屈他 但是 他馬上到唐人家十婆 他進行一個 印度教育儀式 應該請了 十婆過來保護他 哈哈 是啊 我想也是 是啊 唉 你覺得 他能否做到 你感覺上 直覺上 他能否順地 過渡這兩年 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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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看一看 你去看一看 公道一點 OK 始終 現在的氛圍 都可能 大家都對他沒有什麼期望 但是 如果看張媒體 那些人問他沒有什麼期望 我看他今天 國會的PMQ 表現得不錯 似乎也得到 施己然的尊重 我看他好像是不錯的 就是 你說變才來說 是 但是最後就不是 只是說變才的民主國家 你也要看看 你能否送到自己的政策 其實 整個的人 真的 我去看到 對於 你們提倡上的 但是自己說 都不能說 是啊 所以 這個時代 真的很難搞 很惡搞 就是這樣說 曹索哥 我經常認為 太平津勢 是舒服的 實際是 真是的,你最伟大的成就、文学、各样东西都是战争、动乱、不稳时期才达出来 因为整个时代本身好像是推人去做一些东西,去改变一些东西 或者做一些新的东西去回应一个这么分乱局面 反而你有时太和平,可能真的会没什么变化 所以,譬如我和阿洋都是代理史先算 我经常觉得有时,现实已经是这样 我不如用一个正面一点的方式去迎战这个事实 我想知道,为何阿新卫城选到呢? 很大程度上,波斯·翔森都让路 你觉得波斯·翔森有没有机会,就好像重演以前邮吉义那样的 comeback 其实真的要好看,接着来大选 保守党 有两个很极端的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就算保守党现在多难也好 你说再大选,无论是提早大选或两年后大选 因为那十年,人们觉得要更新的执政党 可能就有一个说法 不太认识英国选民的特征会是怎样的 如果英国的选民基本上都偏向保守 不偏向说真的选一个 比如说,可能你公党只试过一届贝利亚 但是之后都没有 之后都是沉沉沉沉沉到现在 不知道沉沉到何时,可以回到水 那会不会就是,那些选民都觉得 虽然保守党虽然,但也不想投给公党 结果可能低投给率,但最终也是保守党赢 当然,就是这样 当然是否会不会再是这个 尤沉沉沉 当然,尤沉沉沉在这么多个保守党员里面 其实他真的有点鬼才 还是双子座 第二件事,比人有一种 好像是再世与吉尔的人长 而他没有可否认 所以他始终有一定的领袖务力 如果比较之前的手上各樣東西,他真的有點像特朗普那種風格 當然他本身是斯德,之前拍到明的那些,當然是很大批評 但是會不會選民最終選擇就是忘記或原諒結果再選他呢? 其實反而就好看回保守得下個月出的舊市方案是不是有幫助 是,他要大批評,他現在要大批評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我們稍後回來,因為我們現在出街的時間是星期五 慢一點回來,我們還有下一場,我和阿龍的香港沒有格子 是啊,我們走下一場 都挺多話要說的,因為今天你剛才說香港的問題,金融中心很難搞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件事是笑料來的 港交所說暫停恆指期貨產品的市場波督調節機制 有很多人看,說你賣不到機制 不知道啊 總之他就說,因應外部的供應商軟件問題,賴軟件啊 總之自己看鹹鋪就在那裏被人欺負,一樣好像梁振英那樣 暫停恆指期貨,指數期貨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以及恆生科技指數期貨 這些呢,就是現月合約和下月合約之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即是怎樣啊,有沒有得買啊,總期貨 其實就是 你說暫停那個 我不太明白他怎樣 即是暫停那個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其實沒得買 是不是就是沒得買呢 其實 對啦 即是 你有個波動調節 其實你才是有得給你 即是 去Long啊,定put的嘛 其實是 如果你是沒了一個調節機制的話 那是不是還有個產品在那裏呢 真是很搞笑 其實這個是不是等於 你不要搞了 即是你現在在大陸 為什麼不給買 一個指數期貨 因為很容易呢 就對經濟投信任票和不盡信任票嘛 其實曹總,我甚至這麼說 可能某一天突然間 政府就是頒布緊急狀態令 就是要維持銀行 金融體制穩定 不給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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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晚上10點鐘的時間 好,待會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